现在我来介绍的是等高线的观念 等高线的话呢 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因为在3D的一个 就双变数函数 它的曲面的话来说是一个3D图 那么我们如何的话呢 要使用2D的一个地图的话呢 去描述它呢 那么我们来看怎么做法 做法是这样的 假设这是一个3D的一个图形 然后的话呢 我们在不同的高度 这是X轴 这是Y轴 这是Z轴 那么地图当然就是XY轴 好 那么我们在不同的高度 我们拿锋利的刀切开来 一切过去 它就会有一个结痕 我有不同的结痕之后 我们在XY轴上面的投影 就可以造成的 像是一个不同的地图啊 那造成的那个地图 我们就称为等高线地图 就是所谓的Contour Map 那么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原理 来我们再继续看下面一个 这样子 假设是一个3 那然后的话呢 这边是不同的高度 我们以不同的高度来结下去 它会有一个结痕 它是一个有不一样形态的 那么我们在这边投影上去之后 它们的话呢 就会造成了好多好多的封闭的一个曲线 那么封闭的曲线的话呢 这边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标示 这边的话呢 这高度是800 我们这边的话呢 在这边山顶 那么不同的一个结痕 就会造成了一个叫做 这个一圈一圈的 我们就称为这条线 叫做等高线 因为它都是200 它都是400 这都是600 这都是800 来我们再来看看 这是什么呢 这是应用 等高线的应用的话呢 在天气图上也是常常用到的 像这些线 我们都称为ISOBAR 所谓的等压线 同样的压力 我们的话呢 把它画成了一条线 是让各位同学的话呢 能够比较清楚地了解状况 那么我们的话呢 来看看下一个图 这也是应用 就是所谓的等高线的地图 像是一般的军用地图的话呢 我们都是用等高线来画 我们的话呢 画出来的这个条线 我们就可以了解 一个平面的一个地图 能够知道它的高度是怎么样 如果说它的线画得越绵密 代表的是它的相对的高度 就会变化很大 来我们来看看下面 这是我们的话呢 常常见到的一些函数 这有趣的函数啊 各位同学看这个 这个的话呢 是F of XY叫做X平方减Y平方 这个图形是什么呢 就像是一个马鞍一样 我们的话呢 转过来看啊 这个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 是有用到的 如果我们把它切成圆形 就是我们常常的话呢 吃的洋芋片它的形态 那它的等高线的话呢 我们用横的方法的话呢 切 切出来以后 它这边的话呢 会有四个 那当然的话呢 这两个的话呢 是高度一样 这边的话呢 高度是在底下 来我们再来看看 下面的常见的图 这个的话呢 比较有趣了 这个的话呢 是叫做Monkey Saddle 叫做猴子的马鞍 那为什么要叫做Monkey Saddle呢 各位同学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跟刚刚那个 Saddle 有点不一样哦 这个地方的话呢 它这个地方的话呢 是有一个斜度 可以滑下去 可以做 这个是尾巴的话呢 下垂就可以了 这是所谓的Monkey Saddle 然后的话呢 我们的话呢 它的高线的话呢 就有六片 来我们再看看下一个 下一个图的话呢 这个也很有趣 这个常常拿来当做我们的立题 这个叫做Dog Saddle 各位同学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话呢 有八个 这边是看等高线就知道了 这边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有八个 八个的话呢 上下的波动 也就是说 这边的话呢 会有四个角 可以放下去 那么叫做Dog Saddle的话呢 是因为它有四个角可以放 所以我们叫它Dog Saddle 来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图 这也是常见的 圆角矩形的图 圆角矩形 各位同学的话呢 要知道这边是四 这边是四四啊 方根啊 那这边的话都是尖的 为何叫做圆角矩形呢 是这边的每一个线啊 我们还平平地切过去 它是一个圆角矩形 它不是尖的 它也不是圆的 接近 接近圆 但是的话呢 这个地方的这个数字越大 这边两个一样 越大的话呢 它就越接近我们的 越像是一个矩形 那么这个图形的话呢 我们就称为圆角矩形锥 这个是锥 那这边的话呢 都是直线 那么的话呢 我们大概的话呢 介绍了一些等高线的观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